大家好 五种生活当中 常用的绳结技巧 第一种 钢绳应急卷扣 我们在使用钢绳的时候 钢绳突然间发生了破骨 在不具备换绳 不具备插套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此方法打结 打结方法也是非常简单 打个单结之后 将绳头在上面穿过 穿过之后 咱们上面给它绕回 然后将钢绳头压到组成上面 看似简单 当它收力时 它会牢牢锁紧 不缓解 不开扣 安全牢 第二种 绳头对接 我们使用绳索 施工作业 拖车掉入时 绳索突然间发生了破骨断裂 或者是不够长 学过这个架接方法 两个绳头必须在一起测 当它收力时 牢牢锁紧 不缓解 不开扣 第三种 这是个渔民钓鱼石 常用的一个串钩结 它的用途也是非常的广泛 我们的户外 晾塞衣物时 由于户外的风大 会将衣服刮乱 甚至会刮跑 我们就找来个绳 在原有的绳上 给它打这么一些串钩结 然后将这些衣服挂 挂在这些串钩结上 风再大 也不会刮乱了 而且晾塞衣物 不占口 第四种 绳索破损秒修复 我们在使用绳索的时候 绳索突然间发生了破骨 用起来非常不安全 会带来不必要的安全远环 学会这个修复方法 简单 快捷 而且安全 给它搭线到一块之后 将这个破损处向上翻转 奔着给它穿过 穿过之后 我们将绳索 双向拉伸收紧 再次受力 安全牢靠 第五种 绳梯 高空作业 以外攀爬 户外 施工作业 探险探洞时 传用了一个绳梯 方法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实用 此绳梯便于携带收纳 折起来 不让空间